0万亿通奸女学生竟被台大通过为名誉教授 书顾之较大不去聘通奸教授闹上法院时 汉爵说教授通奸以损及为人师表高道德标准之期待 纵在专业领域却有杰出表现及傲人成绩 亦难令学生滋生敬意 黄论仰慕学习 因此认为较大通奸教授自不足以去为人师 没想到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大不把通奸女学生的0万亿解聘也就算了 还提名他当名誉教授并获通过 想当年0万亿通奸被抓 当时 的台大社工系主任郑立真竟透过助理说 这是0万亿的私事 系上不回应 0万亿同僚范云那时还特别投书忠实抓奸政治学可以修以挺他 师生恋的问题呢 与研究生的性自主被男教授的权威掏空的问题呢 双重关系的伦理问题呢 显然郑立真与范云二位女教授不在意 台大堕落一次就会堕落第二次 正如柯文哲所言在权势之前 我们近矮了身子 0万亿当了新政府的政务委员后 台大社工系最近近提名通奸教授 0万亿当名誉教授并通过了 台大社科院还狂吓 台大你们认为通奸还算得上名誉真是有够无耻 或许台大社工系不服气 认为0万亿通奸被抓后也没被起诉 事实上0万亿的乡间人沈诗涵 2012年1月板桥递检署依妨害家庭罪嫌起诉之后 07周署美才撤告 像这类情形 交大可是不宽扰的哦 交大的通奸教授认为私领域的感情生活不影响教学 打行政诉讼主张解聘无理 根据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自第458号判决交大性评惠性骚扰处理小组认为 为查性骚扰应景系行为不减有损失道太样之一 即便非属性骚扰行为 但有其他如大学教授未具配偶告诉之通奸行为 或大学教授与配偶以外之异性有不争之亲密行为等苟其行为之严重程度已有损一般社会大众对最高学术地位之大学教授为人施表之高道的标准者亦应认你该当于行为不减有损失道 台大社工系教授你们睁大眼睛看 通奸有无被起诉是一回事 通奸就是行为不减有损失道 交大的通奸教授上诉时表示他只有一次通奸 而且对象非学生且非在校内通奸 最多该送考机会而非送教评会云云 该系教授说师生恋不断零万亿究竟通奸通几次我不知 但零万亿通奸有送考机会或教评会吗 相反的当时的台大社工系主任郑立真立即护航说这是零万亿的私事 系上不回应 台大的师盗被狗吃了 我们来看看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自第458号判决如何打脸台大 6 至上诉人对逼女之行为 虽经刑事侦查任不构成妨害性自主罪 而或不起诉处分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查署96年度真字第2556号 逼女且经民事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97年度素字第402号 判决认定应与上诉人相间 故法侵害上诉人配偶基于配偶关系之身份法义 应赔偿上诉人配偶未辅金属实 然上诉人身为大学教授除传授课业解惑 研究外 尚有随时辅导学生心理 品德 生活 严行责任 见卷付上诉人聘约第四条约定 自应连结自持 谨守分计 以身作则 其又系有配偶之人 却与逼女发生亲密甚至通奸行为 且对C女为性骚扰 嫌疑损及一般社会大众对大学教授应具有为人师表高道德标准之期待 自不足以续为人师 被上诉人认其行为不见有损失道 且情节重大 自无不合 就此 原判决亦已论明上诉人之行为 言语举止除对B女C女造成伤害外 以严重违反自尊尊人之要求 是将有损失道传承 纵在专业领域却有杰出表现及傲人成绩 亦难令学生滋生敬意 黄论仰慕学习 就算零万亿是全人类懂最多的社工系教授 在其通奸之后 没解聘他也就算了在学校大搞性双重关系的社工系败类 为什么可以当台大名誉教授 连台大社工系教授自己都说临师生恋传闻没断过 社工系硬要辅导别人 而不是自己陷进去 他这样对社工系是很大讽刺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自第458号判决说得太好了 以严重违反自尊尊人之要求 是将有损失道传承 纵在专业领域却有杰出表现及傲人成绩 亦难令学生滋生敬意 黄论仰慕学习 我搞不懂法院既然认定通奸教授 纵在专业领域却有杰出表现及傲人成绩 亦难令学生滋生敬意 黄论仰慕学习 为何台大社工系硬要把零万亿供奉为台大名誉教授 我觉得台大社工系对专业伦理的要求异于常人 异于学术界 如果零万亿可以一方面通奸又可以一方面当台大名誉教授 难道是告诉较大的通奸教授你去错学校了 还是说台大不管男教授通奸女助理或女学生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但台大校域却可以毁于一旦 零万亿这个名誉教授绝对是台大之耻 Blackjack 2017年5月11日 忠实快评台大真丢脸 2017年5月10日下午7点26分10秒主比试 利侃俊公教18%的原台大社工系教授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悄悄地办理了退休 并被台大回聘为名誉教授 林万亿对自己要不要领18%一事 说法前后不一 让外界高度质疑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的他 如何能够秉公处理年金改革事宜 况且 林万亿在多年前曾深陷与学生发生不伦的逃色风暴 妻子还告上法庭 林万亿在公 私领域都如此引人争议 竟可在退休后或聘为名誉教授 台大的道德尺度也太宽了